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的我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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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为了孩子 我们也和一般的家长一样 学去秘密的读学图图图中心 但是没有找到一件比较理想的 后来我们想说 我们应该也可以为自己的 开始创造一个安全又舒适的环境 只是这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资讯科技和幼教业 这两行业别差别很大 一个是讲求速度 一个是讲求温度 这个行业一定要很用心地去经营 当时我做了一个人生很重大的决定 我持续要原本经历的职务 去上技术的保姆课程 直到我考虑了保姆制造 其实我考虑这个保姆制造 是让我支持一个正确的育儿知识 也让我更有资格可以投入这个行业 如果我孩子在这里一整天 我只要想着 我要怎么提供给他一个无度的环境 我要怎么样提供给他一个营养的善事 将心比心去做就对了 执行长告诉我们 为了提升套于品质 忠心在第十身边 并沿览由月子中心经历的物理师 来照顾新生儿 比较大的孩子 则是聘请专业幼教背景的老师 来带领他们学习 对十字团队的筛选 和家长之间的活动 都用心经营 意思不够 孩子一到校会进行体温的监测 每日身心硬的评估 做出视线的调整 最重要的是和家长的沟通 以及专业性的慰照 每日叫玩具消毒 夜间紫外线灯照射 达到双重的防护 预防疾病 交叉感染 打造出安全舒适的环境 在大宝这个年龄层 必须要学会一些 基本的生活字里和语言学习 例如 守秩序和基本礼仪 为自己吃饭 和洗手习惯养成 平常 老师们也会利用周遭事物 来融入生活中的教学 这对孩子们来说 效果更是示范功倍 他们什么东西 其实几乎都是用最好的 因为他们这边的老师 其实对宝宝都非常地用心 那我们其实很放心 把小朋友放在这里 因为就是 儿子女婿都 他们都忙 所以就是我 就是要来照顾他们 因为我也不放心 因为那时候就是刚满月 然后我不太放心 那当时我看到他自己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特别 他就是讲说 他就是要创造一个什么温暖的 有充满爱的一个地方 让我觉得小朋友在这边安全 玩得开心 然后又卫生 然后我又有一个好的一个 就是护理师可以教导我 我觉得真的还蛮棒的 比照月子中心规格打造的婴儿室 大片落地玻璃窗 让世界一览无遗 明亮 无独的环境和玩教局 都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安全的 脱育环境 乐活成长 摄影曾经是我的副业 那时候我在想 宝宝在脱育的时间中 那么时间那么长 我希望可以帮助家长 留住一些宝宝成长耿动的回忆 所以我就用我的摄影 帮宝宝他们做拍摄 当家长他们看到一些成品的时候 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很感动 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 这个产业是一个两性事业 也是一份社会责任 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家长 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让家长可以安心上班 放心托育 在许多特别节日里 除了用心规划活动 曾经亲子间回忆 印象最为深刻的 就是母亲节 当天的氛围 感动了所有的妈妈 这就是一种温暖的温度 很真实的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